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劳工署向盈乐固庸中心持牌人黄玉禁发出传票 控告他三项收取并非定名的佣金 被告在庭上认罪 案情说外融中介公司向三个外融声称 要收取四个月至半年月薪作为佣金 天气方面 大致多云 有朝雨同几阵雷暴 手后雨势减弱 点暂时间有阳光 气温介乎27至31度 吹轻微至和换西南风 只望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 现在先看看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 无线电视机制一层白气报道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大家好 我是黄海晴 二十国集团即是G20领导人峰会 明天在杭州召开 作为主席国的中国 今年第一次以创新及可持续发展作为主要议题 中方说峰会有望达成近30项主要成果 中方说 杭州峰会有望达成近30项主要成果 为各国提供发展路线图 无线电视记者 王德南在杭州报道 阿里巴巴是杭州的生招牌 当局带记者参观 展示最新科技成果 再由王德南在杭州报道 VR虚拟实景 现在多数应用在电子游戏 阿里巴巴实验室最新研发虚拟现实救物技术 为市民创造未来的救物体验 新科技还有这个智能雪柜 我们这个是可以识别这里的食材 并且是如果你不够可以在冰箱上直接下单 我们就会第二天就会送到把这些所有的商品送到 货品就是我们很便捷地可以下单 就是你在做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菜谱 然后告诉你有什么可以去购买 在杭州创立的阿里巴巴 17年前只是一间只有18个人的小公司 随着近年成功以淘宝 支付宝等等互联网交易平台 成为全球创新的领导者之一 前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截至今年6月底 集团全职员工超过4万6千人 我感到非常自豪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是集结了全球最顶级的人才 去做一些最困难的事情 以及最有挑战的事情 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 阿里巴巴主席马云将会提出EWTP 即是世界电子贸易平台 用网络连接全球中小企和消费者 提供交易支付等的服务 公司希望各国贸易部长和官员 支持中小企业在网上发展 不少人都以阿里巴巴的成功故事作为奋斗目标 杭州市顺应互联网家的机遇 前年建立梦想小镇 吸引世界各地大约7千个年轻人来追梦 好像这个装有全感器的电车 并不是普通的玩具 还有医学用途 因为我们可以采集到我们体验者的脑电波 那么采集过来之后 我们可以分析出它的一个注意力 就是如果小孩子来玩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有没有在认真 当它不认真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辅助的方法 来提升它的一个注意力 现在种植物都会用到互联网农业系统 透过搜集网上数据 找出撤合市场需要的方案 再控制光照度 令到农作物的产出是达到3至5倍的 多国领导人陆续抵达杭州 准备参与20国集团峰会 部分更加和国家主席习近平 先举行双边会谈 内地有分析认为 中国不单止可以借会议提升国际地位 更加有助增强在国际组织的话语权 以及推动中国企业转型 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中途岛 动念当年战役阵亡的美军 又呼吁关注海洋生态 分析认为 奥巴马到中国出席G20峰会之前 到访中途岛 是要显示对重返亚太战略的决心 生于夏威夷的奥巴马 来到距离夏威夷2000多公里的中途岛 去到中途岛战役纪念碑 悼念阵亡的美军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后 弥军直接败退 第二年日军向位于太平洋中部的中途岛发动攻势 但是被美军成功破解密码 击沉逆军四艘主力航母 扭转太平洋战争的形势 今天的中途岛不再是战场 而是7000种海洋生物的居所 也都是候了往来亚洲 和北美洲的中途站 奥巴马呼吁保育海岛 免受全球暖化威胁 奥巴马在如下的五个月任期 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 上个礼拜宣布 扩大夏威夷西北部 国家海洋保护区的面积之后 日前又承诺提供3000万美元 资助太平洋岛国的可持续发展 而奥巴马选在前往中国杭州 出席G20峰会前 到访中途岛 有分析认为 是要强调美国在太平洋的角色 以及显示重返亚太战略的决心 无线电视机者姚家恩报导 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瓦程表示 会就苏格兰独立议题展开大型民调 市民安全中心发现 奇话饼加一个月饼样本 不符合营养标签规定 廉政公署落案起诉 香港邮政一个前员工和另外两个人 控告他们涉嫌专谋诈骗 三人在东西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天气方面 大致多云 有骤雨和几阵雷暴 守候雨势减弱 点暂时间有阳光 气温介乎27至31度 吹轻微致和换西南风 节目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 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 参加